其实新闻传递投资看点分析 大家好欢迎收看视野环球财经 现在是美东时间20年11月9号 周一下午的6点50分 那么今天这个行情非常的复杂 有很多朋友是莫名其妙挤了套的 同样有很多朋友在今天追高之后 是莫名其妙的被套的 所以心里是五味杂陈 那么今天我主要是和大家来聊一聊 现在目前在今天市场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盘面表现的如此复杂 现在又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那么你手里的现在这些复工股已经暴涨的 你到底是要买还是应该卖的问题 好我们来首先看一下 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复盘 看一下纳指其实今天的表现 今天实际上在今天早间大概6点半之前 那个时候整个的三大指数 期货全部都是涨幅非常的大 那么特别是纳指 它当时是已经率先的顶破了 咱们之前在上个星期五讲过的 这个W底的 可能疑似会形成W底的颈线位置 就是我现在画着的这条横线的位置 那么这个是在早上大概6点半之前 发生的事情 当时指数非常的漂亮 整个的旗指 但是在6点半之后稍晚的时候 突然间释放出来了一条消息 就是关于辉瑞的疫苗的有效性的消息 突然间充施到市场上 那么辉瑞的疫苗证明目前的三期的实验数据中90%有效 那么很有可能在今年的年底就能用上了 然后剩下的批量的使用可能要等到明年 那么这条消息一出来之后 市场整个就发生了一个大的反转 出现反转的第一个是纳指看到这条消息之后 就像是什么呢 就像是老鼠见了猫一样 突然间怂了 整个就开始大跳水 往下突然间由上涨了两个多点 直接就奔着跌 就是奔着平盘去 盘中运行的时候平盘还不够 还一路下跌 咱们同时也看到科技股 包括科技龙头是一顿跳水 跳水的幅度各不一样 各种各样的居家概念 居家办公概念 远程概念 云概念 这些科技股全部是大跳水 可谓是非常的惨烈 其实这个出现之后 但是另外一个迹象是什么 是与此同时 标普道指 这些曾经趴在地上的复工股 趴在地上不动的这些股票 闻讯 就像是大军赶来支援一样 大量的资金进场去抄底 去把在盘前的时候 就把整个的复工股拉得非常的高 这个其实还没完 整个复工股拉起来之后 然后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看以美国航空为例 直接高开就开在了上方的压力位置 然后盘中是一路回落 所以开盘这个地方 很明显它其实是一个突破式的 这个缺口的跳空高开 但是盘中由于直接开在了上方的压力位置 中间完全没有继续上行的空间了 结果盘中运行的时候反倒是一路下跌 今天整个我们以美国航空为例 它的振幅高达14.48% 换手率高达46% 那么同时尽管今天是上涨了15个点 但是如果你是不幸在开盘的时候追高买入的 那你肯定是被套的 所以我才说有的人莫名其妙的解了套 有的人是莫名其妙的上去追了以后今天被套 所以今天的行情 你很难说大家市场上都挣了多少钱 其实今天的行情 对于之前买入的 现在解套的朋友来讲 可能是最开心的 当然是对于一些 现在在今天买入的朋友来讲 现在心里边非常不是滋味 我来讲一讲 那么现在指数走成这个样子 到底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它 如果把疫苗的一些消息 我们先放一边 疫苗毕竟这个消息 其实我们说出来疫苗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概率的事情 大家都预判可能是今年年底 或者明年一季度 甚至二季度应该是有疫苗的 其实这个市场的消息 大家其实都知道 只是等着什么时候放出来而已 但是我们说疫苗消息 疫苗股 疫苗的各种刺激 在之前实际上陆陆续续 在今年过去的几个月里边 出现过好多好多次 通常的走势都是 疫苗消息出来之后 然后市场一顿大涨 对吧 涨完之后过几天 市场没动静了以后该回吐回吐 该回落就回落了 这是大的一个疫苗消息的一个炒作方向 那么现在发生的第二个逻辑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关于在技术面的指数结构上的 和大家讲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指数结构上 现在到底有什么需要去注意的 到底有没有可能会形成这种所谓的 叫做W底之后 然后继续上行的 因为我简单说一下 如果形成了W底这个位置 那么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个上行以后 上方的这个空间还要涨多少呢 还要从这个点到这个垂直距离 大概还涨这么多 就是下方这个地方有一千点 那么上方大概还有一个一千点的涨幅 所以说它是一个W底的话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大牛 是继续大牛的一个上行过程 那么如果不是W底的话 这个地方它会形成 有可能形成一个什么 三重顶对吧 这个是我在上周五的节目里边 和大家已经详细的分析过的 就是说目前还不能确定 它会走成W底还是M顶的形式 因为是一个强烈看多 一个是强烈看空 完全是两个方向 那么现在出现了什么呢 比方说标普 标普在今天现在 我画的这条线的位置 就是颈线位置 现在它要守住的是 3549.85 这是标普500指数的位置 3549.85 那么现在今天我们看 收盘收在什么地方 今天收盘收在了3550.50 大概高收了0点 大概7个点 0.8个点 高收的不多 刚刚好卡在这个线上 它没有问题 对不对 这是标普这边 所以在未来的 三到五天的交易日里边 我们必须要看一看 这条颈线能不能守得住 如果守不住 那么再次运行到颈线下方 那么这个突破是无效突破 代表着这个W底没有形成 那么很有可能还会照着三重顶去走 也就是形成一个顶部形态 这是第一点 但是如果未来三到五天 守住了 能够去站稳在这个颈线的上方 并且持续的拉高 最终收到了前方的高点位置 其实这高点是在9月2号形成的高点位置 收到超过它的一个位置 那么意味着W底已经形成 行情的大的方向 还会去继续的往上去走上行 这是作为标普来讲 其实我们如果说去看 道指是不是一样的问题 道指是一样的 道指本来昨天 今天早上开盘的时候 实际上是比较落后的 但是后来疫苗消息出来之后 今天道指整个是一个大幅的跳空高开 然后直接跳过了颈线位置 那么道指的颈线位置 它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28957.9 28957.9 所以在未来的几天 看能不能守住这个位置 守得住 意味着它这个W底的形态也是成立的 也可以继续往上去走 守不住 那么往下走 就有可能继续形成 之前说过的三重顶的这么一个态势 那么这是标普和道指 实际上它们差不多 未来几天的任务 都是要去守一守这个颈线 守得住 那么是大力好 守不住 那么其实可能行情 就会出现一些反转了 急转直下了 那么如果我们去看纳指 纳指今天就有点不同了 刚才讲过 纳指本来今天在盘前稍早 疫苗消息没出来之前 它是领涨市场的 疫苗消息出来之后 由于办公概念 居家概念的大幅跳水 结果它变成了领跌市场 那么三大指数里边 唯一就是它 今天还收跌了两个多点 那么你们看一下 这个纳指实际上 它是还没有过颈线的 今天是被颈线给打下来了 所以今天纳指的走势 是首次尝试突破颈线 但是失败了 那么我们知道 市场中在过去的几个月 推动市场上行的 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 是不是高科技的强势爆发 龙头股的强势带动 因为它们对于指数的贡献 比较大 占有的成分比比较大 所以它们上涨指数就涨得飞快 它们下跌 指数有时候就涨不动 那么很少能看见 纳指单独下跌 标普和道指 它们两个上涨的情况 在过去几个月非常少这样的情况 那么今天咱们是看到了 而且差距还特别的大 所以今天整体盘面上 贡献最大的 指数成分贡献最大的 其实就是那些爆发的复工股 包括一些远远落后在指数后边的一些 中小盘Russell 2000的股票 或者是道指标普500之后的一些 还有一些股票 这些股票给市场的整个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所以中小盘股今天爆发 复工股今天爆发 今天都是属于走的非常强势的 包括银行股 邮轮股 包括油旗股票 航空股 酒店股等等 这些走的都是很好的 传统的趴地股 复工股 好了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那么现在科技股今天回调了 要不要买呢 能不能买呢 现在的问题 你得这么去看 如果这个位置 现在你去买 它反弹 打到这个颈线位置 过去了 那你肯定是买到了一个非常划算的价格 一个非常好的底部位置 对不对 价格很低的位置 直接就能上去了 加上今天又下跌了 很多都回吐了很多 那么肯定是不错的 但是你怎么知道 现在到底能不能过得去呢 尽管标普和道指已经是过了颈线 但是它还要守住颈线 如果纳指这边不给力 过不去 遇到阻力开始继续下跌了 纳指一跌 大家认为现在标普和道指 还能不能守得住呢 其实这是大家需要考虑的问题 因为纳指里大部 几个大的科技龙头成分股 他们占有的指数权重 是比较大的 他们会把标普带下来 对不对 这是一个逻辑 除非中小盘股继续的大幅上涨 继续的往上继续攀升 那么才有可能去顶住 由于科技股下跌带来的指数压力 所以这个位置就很尴尬了 所以我个人的目前的策略是什么呢 现在我还是先说一下 我的持仓其实还是没有变化的 我的持仓的目前仍旧是正股上 只持有两只正股 那么一个是PayPal 在175的建仓 那么今天也是跌的很惨 跌了8个多点 无所谓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合理的 之前是一个超额的 现在我也不管它 暂时我没有动 也没有去处理它 175的建仓 另外一个就是ASMINE 在更早之前的362.5的一个建仓 今天也是平盘 盘中没有什么太大表现 所以这两个我没动 而且今天我没有买股票 本来是打算 今天我想看一看 是不是能够去买一下科技股 但是今天发现 似乎苗头有点不是那么的稳 所以今天其实我就没有去动 科技股的主意 本来是想今天 我们准备要不要去买一点苹果什么的 是有这个想法的 但是后来把这个念头给打消了 因为现在我看到的问题是 苹果这边下方的支撑也快到了 然后目前由于刚才说的 在纳指层面 目前面临着一个首次突破失败 有可能会形成三重顶的这么一个迹象 所以我会稍微的等一等 我宁愿等它真的是确认 到了突破颈线 形成了W底的一个形式之后 可能价格会买的稍微高一点 但是稳定性上和确定性上 也要更好一些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考量 拿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 那么所以现在大家可能就比较关心了 我拿着复工股的今天暴涨的 什么航空 什么邮轮 包括西方石油 包括还有银行股对吧 很多人问说银行股今天为什么大涨 疫苗出来了 疫苗出来以后给市场最大的信心是什么 经济复苏的步伐可能会加快 企业盈利能力回到正轨的步伐可能会加快 那么从银行的角度上来讲 他们有几个地方会产生支出吗 收益和支出 收益上从现在的低利率环境不变的情况下 基本上是不太会有影响的不变的 那么从支出的角度来讲 他们的坏账损失的波倍 是不是会少一些呢 企业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经营不善 导致的破产 导致的贷款还不上的问题 是不是会少一些呢 所以这个也是利润率 包括就是银行的利润率改善的一个情况 所以市场中我们看到银行股也是大涨 这是它的一个逻辑 那么其他的像复工股 航空 邮轮 邮企 包括像这个叫做度假村 旅游业 那么这些股票 大家应该怎么去思考 怎么去处理呢 我给大家两种思考方式 因为这个时候 你无论说它是多还是空 其实都不合理 因为现在的情况就是 包括航空就是这样 高开之后 现在要去回测下边的缺口 守得住在说 所以现在关于今天大幅跳空 高开的这些复工股 趴地股 简单一句话描述就是 这些股票要走缺口测试 守得住就是一片蓝天 守不住就重回深渊 大家能听懂这句话的意思吗 好 那么我把这句话分成两个部分 给大家来讲 如果落实到你的具体的操作上 你应该怎么去思考 首先是第一种就是 如果你持有的是复工股 那么你有一种想法 一种考虑方法 是较长远的方法 就是闭着眼睛不要动 你不买你也不卖 之前不是已经持有了吗 你不买也不卖 你坚信到了明年一季度之后 疫苗能够全球使用 疫情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所以你不管你是多少钱买的 被套的 那么你只要去盯住 他们公司的现金流的状况 能够支撑到明年二季度的 如果没有问题的 如果它的现金状况 能够支撑到明年二季度的 你就死拿着 死拿着等到疫苗出来 最后肯定是涨多涨少的问题 涨到什么时候不涨了 涨到和业绩匹配了 市场认为再买 就是严重的超买了 市场不愿意买单的时候 出现了鉴领信号的时候 你该放弃就放弃了 那个时候如果还没解套 那就可能就要放得更长了 如果说那个时候 已经有盈利了 你可以解套 可以去离开 这是一个长线的 对于复工股的看法 就是你要坚持你的信仰 认为明年一季度二季度 有疫苗能够恢复 但是要提醒大家 很多复工股即使有疫苗 不带着它的基本面能恢复 不代表着 它们的盈利能力能快速恢复 但肯定比现在要好得多了 能够维持更长时间了 但是从不亏钱 到可以赚大钱 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亏钱 中间还有什么 还有盈亏平衡 还有少量盈利 然后才是赚大钱 才是业绩的增长 中间很长一条路 所以复工股的看法 这是第一种 就是看长线 你就别动了 别折腾 折腾你可能也折腾不明白 那就算了 干脆闭着眼睛 等一等 等到明年疫苗出来 第二种方法 讲究操作细致点的 而且你自己也认可 从心理上去做 这个短线操作的 那么你就怎么做 你打这种疫苗的消息 现在而且你觉得 你可能对于全球疫苗的 大量的投放和使用 没有太大信心的 对于企业 未来的经营的状况 信心也是不足的 比方说你认为它还需要2021年 2023年才能恢复的 那么你可能就要主动点了 遇到这种利好消息 记得干嘛 冲高的时候减仓 冲高的时候高开很多的情况下 减仓高开了10个点 20个点30个点减仓 减仓干嘛 减仓等它跌回来的时候 再把股票买回来 这样的中间你的股票数没有变 但是你降低了你的持仓成本 你还是持有这么多股票 然后你再去等它的疫苗都可以 好吧 这是对于短线上你能够滚动的 能够去把高抛低期做得起来的朋友 比方说有一些技术分析的能力 有一些结构分析的能力 对于整体的市场节奏的把握可以的朋友 那你应该这么去做 它可以帮助你快速的解套 对不对 你不会说等那么久 那么这两个方法 第一种看长远期的不动 和第二种你去做一个小的操作 做一个滚动 持股数同样可以不动 但是你可以降低你的成本 大家可以自己去选 一个是需要靠一点信仰 对吧 另外一个是只看眼前能看到的东西 这两个思考的方向不一样 一个是中长期 一个是短期 至于你要不要去追复工股 买复工股 特别是手上还没有的朋友 你看它涨这么多 说我要不要买要不要追 思路是一样的 取决于你对于后世 复工股业绩的看法 如果你不确定 那么你就得慎重 你就不要去读所谓的短线消息 尽量还是要选择业绩明朗 确定的股票 什么是业绩明朗 什么是确定的股票 也讲过 三季度财报良好 四季度前瞻相对明确的 这个就是确定性 这样的股票 即便大盘崩溃下跌 走出了三重顶 最终这些股票 其实也是会回到 相对合理的价位的 你也不可能被套一辈子 你损失最多的就是时间 所以这个就是我 给大家提供的一些思路 因为这种东西 在今天的盘面上 表现的太复杂了 很多板块的走势也不一样 板块中的个股的走势也不一样 有的是高举高打 有的是冲高回落 同一个板块里边的股票 还有分化 那么科技股这边 加上一跌市场的底气 又有点不足 所以大家看到的 这个行线就是比较混乱的 好吧 那么现在 其实我们还是应该需要去 关注刚才讲过的 就是关于 现在结构的一个位置 疫苗消息 这个总会过去的 结构非常的重要 市场能不能支撑 如此之高的继续上行 非常的重要 科技股这边能不能顶住压力 能不能止跌 能不能不再往下下滑了 非常非常的重要 科技股顶不住 那么市场其他的股票回吐起来 我告诉你 那真是特别的快的 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稍微的谨慎一些 这个是我对于大方向和大的一些板块 或者细节层面的一些思考方向 太多个股的信息 因为今天东西太多太多了 我没办法讲得太清楚 所以这几天的行情可能会更加的复杂 希望大家还是尽量的把仓位稍微的放轻一点 不需要做那么大的一个仓位 这样其实是挺大的一个风险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说这么多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收听 请大家别忘了能够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好 那咱们就明天的盘后